我叫邱奇瑞克 台湾蔬果 那我们在美国 那台湾蔬果怎么去连接台湾 首先呢 今天我讲的题目大概30分钟 台湾蔬果 那当做一个经验的分享 那我们用抽奖方式 来 Google查不到 第一个我的所有内容是 台湾农业部的2020最新的消息 请问台湾什么的水果 可以合法进入美国 请举手 好来 拔蜡 请问一下第二 那个是什么 你刚才说拔蜡对不对 还有没有第二个 荔枝也对了 好来给你一个奖品 已经有芒果 荔枝 羊桃 拔蜡可以到美国来 经过多年努力 那人家会说 为什么中国 为什么越南 为什么其他国家那么多都可以来美国 为什么我们难道台湾的政府不努力吗 有 他们很努力 他们也在华盛顿DC跟美国谈判 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是水果营 果营的疫期 疫期要拿掉要10年 那这个东西因为台湾的政府开放自由 很多人不小心待以后 所以变成会果营 果营的问题以后 但是为什么拔蜡 洛杉矶这两年有进来 不容易进来 反而到加拿大很多 因为加拿大比较冷 所以他的拔蜡到那边去以后 他们国家不认为果营是疫区 所以加拿大可以去 那现在有这四项 那近年来呢 到日本的有杨桃红龙果香瓜这些 台湾在民国91年再加1011嘛 就是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那我来讲就是说 所有这些规则 那第二个问题再来问的是 可以到美国 除了这刚刚水果以外 哪些可以到美国 但是他已经没有根 没有苗了 可以举手 来看看谁 好来你说 丝瓜不可以 有没有 笋 好 现在下一页 你看 可以到美国的 现在台湾有三药 三葵 当归 野子芯是什么 槟榔芯 槟榔芯 笋子 莲藕 芋头 牛棒 这些可以进来 但是阿拉斯卡 加州 夏威伊 佛罗里达州 不可以进来 因为是农业大县 所以这些会有问题 那刚刚是谁有答对的问题 来 麻烦你到前面来 刚刚谁答对是不是 没有吗 有 来 我再给你一个礼品 来 这个 这个给的是这样 这个是软性的 可以戴眼镜 你去计数或减数的时候 非常安全 你戴在眼镜上 也可以加眼镜 这个比较方便 那现在就说 这些产品你到美国来 会有问题 那你要检疫 那检疫以后 像我们刚刚讲的 芭蜂这些东西 你要怎么到美国来 这些都是技术问题 下一页 好 你要检疫 要有这些问题 现在题目又出来了 你要把台湾的芭蜂 台湾的荔枝 台湾的芒果 这些东西 请问一下 它这些果实 是不是你的经验不一样 芭蜂中间是硬的 芒果是软的 对不对 荔枝是整个更软 那这些产品 你要经过什么方法 可以到美国来 有没有人知道 来你呢 他讲是检查蟲害 没有错 来我给你一个礼物 检查蟲害 但是请问 你要检查蟲害 有四个最重要的方式 一个是辐射 去照射它 让蟲死掉 第二个是打药 让蟲死掉 还有两个 看看你们知道 总共这里面 来 对 他讲对了 来给你一个奖品 帮我猜一个给他 这边 两个给他们 冷处理 那冷处理 我们马上有一个题库出来 怎么冷处理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答案 有没有人知道 冷处理以外 答案是烟熏 来下一页 好 第一个烟熏 在港口整个集装箱 货柜要烟熏 所有从台湾出来的产品 刚刚讲了 芭辣 芒果 荔枝 这些都要烟熏处理 因为走海运 要12到15天 大家说台湾的水果 那么价美物联 为什么不空运 主要第一个出来的 就是烟熏 因为经过烟熏 在货柜要12到18天 假使你空运 三天是不是就到美国了 两天多 12小时就到美国了 不合法 那第二个处理 温度宁记 温度就是 你要这个东西 烟熏低温处理 好 下一页 好 这里很清楚了 台湾农业部有出来 所有台湾 现在可以到美国的 芒果 荔枝 羊桃 它在货柜 所以我们不容易 这些货柜 你从台湾 剪映 完成以后 经过采收 立刻装在集装箱货柜 你要在海上飘 12到18天 主要就是要做到这个 冷藏 刚刚所讲的冷藏 后烟熏 芒果 你要先热处理 保持温度46.5 半个小时 在台湾的货柜 在台湾的货柜里面 要先做这个蒸热 让天里面的虫卵死掉 这不容易 第二个 加上荔枝 荔枝里面也有小壳 这个东西要一度吸 15天 海上再飘 走15天 冷藏货柜 那最近当然 三年前 2019年 大家有看到报纸 台湾的巴勒 到每天 美国的时候 在冷藏 走18天 它要保持1.5度 保持1.5度 在货柜里面 假使说 这个货柜18天 它12天的船 就到洛杉矶 你也不能开柜 你要保持插电到18天 保持1度吸到1.5度吸 让整个 芭荔的中心点 那所以这些 你们现在在超市 买得非常不容易 因为芭荔 它中间液 外面可软的话 你要保持温度 口感 什么都一样 非常不容易 所以现在就说 台湾跟美国的农业产品 不是我们想象的 芒果可以来 荔枝可以来 主要是因为台湾 那大家会想说 那台湾为什么 我们讲的 果蝇这些 没办法处理 因为它借在旁边 有几个国家 预期带产品那些 容易造成 尤其台湾是 雅热带 温度高的地方 所有这个果蝇 它的时间 生产7天 从孵化到出来7天 一个月的寿命 它就死掉了 可是一年有9次 所以9次之下 整年都有果蝇 这种果蝇 就会造成了 我们的植物 那这果蝇带到美国来 当然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 就知道 文审教我讲 台湾的话 这个就是有 它困难的地方 不容易处理 好 那下一页 那你看 现在来讲 台湾现在水果 温度处理比较多 芒果 木瓜 香瓜 要蒸热 刚刚讲的46 就是我们100度 废典 46.5 30分钟 让果蝇在里面 死掉以后 那立刻再慢慢降温 降温以后 那个水果 因为我们摘的时候 是快要成熟 还不是成熟 所以半个小时以后 这有寂寿性 那所以台湾的 现在很 那另外 当然因为荔枝 比较甜度高 又是水分 都要低温处理 这有点不一样 那请问一下 下一页 好 我们再来问 刚刚有讲的 荔枝 拔大鱼 请问 台湾还有哪些水果 你认为好吃的 请举手 凤梨 来 礼物还有没有 礼物来 礼物来 还有呢 最后一个 最后一位 联武来 最后一位给他 联武 还有呢 世家也不错 世家还有呢 世家开港讲的 还有呢 还有什么水果 芒果也讲过了 还有什么 荔枝 还有呢 刚刚也讲过了 龙眼 对 刚刚我们就这样讲 随便一讲 都十几个水果 所以台湾的农业发展的水果 非常的好 甜度也高 现在请问一下 下一个问题 来一个大的奖品 请问 台湾的水果 又新鲜 又甜 又好吃 可是台湾的种子 发明了一种东西 是针对人 而产生的一种水果 请问这个水果 有没有人知道 哪一种水果 因为我们一般吃水果 都要甜 第一个题目就是 要甜 要好吃 甜度要 也都要 但是台湾 因为要适应 不同的人的身体 尤其我们这种长辈 所以布隆 那个水果反而很特殊 请问 它这水果 做出来是什么样 类似火龙果 答案不是水果 是新的一种方法 方法 水果 这个跟刚刚的题目 再说明一次 就是说 台湾的种子 台湾的水果 很厉害 因为很多我们现场的 有三分之一 跟我一样 不能吃甜的 糖尿病 或什么心脏的问题 不能吃甜的东西 所以它生产的一种水果 就会怎么样 哪一个说 请举手 就你对了 反方向问 就是说 台湾的技术真的很好 大家都知道 甜度 把辣要13度 15度 什么都要15度 葡萄要18度 可是呢 美国各大超市 现在有一种水果 底下我们有题目 出来的那个水果 就是 只有6度到8度的甜度 那就是台湾的创新 好 来 给他一个 一台 一台给他 好 这个 这个给他 好 答案就是 现在做出来的水果 因为很多年长者 他不能吃太甜 会有糖尿病 所以台湾在各种水果 有做出来风味一样 很甜 很新鲜 可是糖分不高 现在就是技术要在这个 甜很淡 他吃下去 不会我们就 像我们来讲 红龙果14度 16度的甜度 你对长辈 很多人长辈都不能吃甜的东西 所以现在的技术 在这两年有突破性 好 那下一个题目 请问台湾哪一种水果 它的产值最高 来 那你看 凤梨不对 也不对 也不对 栗子也不对 也不对 快要猜对了 也不对 也不对 刚刚有人讲过 台湾什么冰最好吃 芒果香 好 你对了 芒果冰 所以我就说 因为你们看 随便就有那么多的题目 就知道台湾的水果很好 那我给你一个奖品 这个奖品 就是说 这个东西说明一下 我说 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家里种很多水果 尤其南加州 那我们尽量善用 现在的电商买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说 假使你有种 桃子李枝 或是无花果 那你种这些东西的时候 会有日本金龟虫 很多的话 这个就专门制金龟虫的 你就挂在那个 无花果树旁边 来 这给你 那你装这个的话 有这个袋子 袋子里面的话 最好我们可以用 1比1的比例 就是一点点糖 一点点水 一点点酒 放在袋子里面 放在进去 所有金龟虫 它闻到那味道 它会进去 进去以后 会掉到袋子里 整袋都是金龟虫 因为金龟虫 它的寿命 会吃无花果 会吃白桃 这些东西 好 那下一页 好 刚刚 我这个都要 题目都要出来 台湾产量最大的是芒果 一年有29亿 快30亿 这个是农委会的题库 第二个是凤梨 刚刚有讲过 第三个是香蕉 这些东西 包括这些东西 那下一个题目 请问 台湾农产品外销 前年 突破了多少亿 多少亿 美金 多少亿 来 来来来 他答案出来了 要来给他 来来来 我猜都猜不到 这个 没有 我每个东西 就给各位分享 有配合对行 好 来 给他两个 那说 来给他 来 我今天是从 讲品当中 给各位了解 家里 你的院子里面 有很多蚂蚁 你的家里有蚂蚁 请问蚂蚁怎么杀呢 对不对 蚂蚁当然是说 有人说 不要杀 因为蚂蚁会 受粉那些 这是 这个东西 这小小的 这个是亚马逊的 美国品牌 都是它无菌的 你放在你的厨房的 不要靠近吃的地方 它里面 一只到两三块钱 一条 你把它折断 折断以后 你 这个东西 你把它折断以后 现在给各位 假使要看的话 这样 折断 把这旁边折断掉 你就放平了以后 所有 你的家里 比如你放在厨房 或者各方面的 我来讲 你的蚂蚁就会进去里面 这个蚂蚁进去里面以后 它会咬回去 把里面的一种僵义 它会给家里的蚂蚁杀掉 所以这个东西 也不贵一条 大概两块到三块钱 但是呢 你这一条 可以用差不多两个礼拜 你只要放在 尤其前一段时间很热 你天气很热的时候 你的浴室 通通蚂蚁 你就把它折断以后 放平来 所有蚂蚁会进去 顺便带回去吃 那你家里的 就是至少不会把 家里弄得很脏 或什么样 那当然还有一个 你的后院 你的后院 有我们讲的活语 或者你的土 种发的人都知道 会有活语 那这种东西怎么办 你可以去沃尔 我骂有个叫蓬沙 蓬沙一包 大概一磅的话 蓬沙大概六块钱 它的比例就是说 一碗的蓬沙 加一碗的白砂糖 混好以后 倒在蚂蚁槽旁边 就你室外的外面的蚂蚁槽 你倒进去以后 因为你那蓬沙是 就是蓬沙是洗碗巾 这些东西 它无臭无味的 一种矿物质 蚂蚁 红蚁这些 外面的会咬人的 火蚁这些会把那个 彭沙 你知道我骂你问他说 彭沙要洗碗筷要洗衣服的 他会咬回去 因为你有糖 一比一的比例 他会把白砂糖咬回去朝里面 然后不然的话 我们一般 一般我们的蚂蚁 尤其红蚁的话 它下去是 从你的土下去 像金字塔 下去的话 是有两分 等到腰部那么深 而且一个潮 有时候有六万只蚂蚁 尤其那个火蚁咬人的话 小孩子出去 被它咬到很痛 那我们一般我们不杀生 可是有时候 对你家里的环境 对小孩子 你可以到我们的Walmart 去买彭沙 Polus 然后一比一的比例 再加上这些东西 糖跟彭沙 一比一的比例 很好用 因为蚂蚁 它会有甜甜的糖 但是彭沙 它是矿物质 它会咬回去 咬回去以后 最主要是把 蚂蚁的蚁后堵死 那就是把它放在上面吗 放上面 就是你看到你家后院 有蚂蚁的时候 有窝 凸出来一点土 你就撒在旁边 一汤匙下去 然后差不多两天以后 再补一汤匙 所以非常 又善用了 我们的健康食品 Polus 你现在用那个 Google翻译 Polus Google翻译 Polus 好 下一页 麻烦一下 好 下一个题目 在洛杉矶 很多人会种 我们的 我们的丝瓜 苦瓜 福瓜 尤其刚刚我们 台湾出口 丝瓜是不用 因为美国人 我们在 想办法都把种子 都带进来了 所以我们种了很多 B-O-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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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us 好 那请问一下 苦瓜 台湾苦瓜 非常有名 有苹果苦瓜 有白衣苦瓜 有绿色山苦瓜 这些做料来讲 我们山顶胸 请问你 可以苦瓜做成 凉拌苦瓜 排骨苦瓜 凤梨苦瓜 还可以做什么 苦瓜 苦瓜中 对 来 一个奖品给他 来一个 给人家 他说给人家 好 好 那还有没有 苦瓜做什么 咸淡苦瓜 也对 给他一个奖品 一个什么 来 酿苦瓜 酿苦瓜 酿苦瓜也不错 酿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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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瓜也可以炒泥肉 对 好啊 可以 所以方法很多 来 他还有 我们奖品很多 没问题 给他一个 好 给他看他要哪一个 我们还有十分钟吧 差不多 来 看他们要挑哪一个 山蚂蚁的试试看 好 抱歉 抱歉 好 那刚刚 Vincent给我的题目 主办人说 要讲台湾的蔬果 下一个 请问一下 我们在南加州 种了很多芭蕾 请问 芭蕾的品名 有没有人知道 台湾的芭蕾品名 对 芭蕾没错 但是芭蕾也很多 但是它的品名 有叫什么芭蕾 什么芭蕾 来 西瓜芭蕾 西瓜芭蕾也对了 有没有奖品 再给他 来 好来 还有没有 好 冯心芭蕾也对了 来 我们叫三十六芭蕾 还有 还有什么芭蕾 来 谁讲珍珠芭蕾 来 珍珠芭蕾 好 那下一页 再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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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下一页 往后 往后 再往后 来 再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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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念一下 台湾 这里面 其实老罗的 Nancy Wain 在这里 对 谢谢 就是说 这里面 台湾的芭蕾 其实在美国 已经落地生根 而且越来越好 我们就这样 有珍珠芭蕾 帝王芭蕾 它又产生了一个叫 钻石芭蕾 很有名 水晶芭蕾 西瓜芭蕾 香水芭蕾 当然还有泰国芭蕾 跟土芭蕾 那这些 芭蕾 以前就荷兰时候 移植到台湾以后 那我们习惯叫 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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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芭蕾票 对不对 所以其实芭蕾这种东西 对我 我知道说这里面有国内来的 我问他 他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芭蕾 国内来的都不知道 他们对这个东西 而且很多人不喜欢吃 这个也是房间的问题 因为 比如说有些你住的去 比如说泰国人喜欢 我们讲的榴莲 山竹 那台湾人很多人 现在因为交通方便 就可以吃到榴莲了 但是气候的环境会不同 来 好 下一页 这个呢 你到台湾九份去 这种西瓜芭蕾 这种芭蕾就很漂亮 这种芭蕾 甜分高 也脆 也很好吃 那洛杉矶已经有相当多人引进 那你去跟他要一些种子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请问 你可不可以带台湾的水果 种子或苗进美国 都说不可以 可以的几手 好 他有讲 还有没有 给他一个 眼罩还有没有 那就给他 为什么可以 这里面要突破一个盲点 我们在园艺 大家说 你不可以带水果 你不可以带种子 不可以带果苗 你不可以嫁接 都不可以到美国 法令上是对 可是呢 你请问 你是不是美国公民 是 你有最大权利 你呢 你只要在台湾建国花市 或高雄哪里哪里 你去跟他讲 他有出口证明 你有出口证明 你一个人 12个苗可以带进来 所以答案就是 这个是网路的 但是是美国的法令 我讲的就是说 你要拿着出口文件 进来美国的时候 你要填 你有带 然后跟他讲说 我有出口文件 我个人是美国公民 我带的这个东西 但是你不可以像 今年年初 某一个微信群组 有个叫小城的人 从某个地方 进来 我觉得有五千棵 不同的小苗 但是他在这里 卖三十到五十块钱 问题他全部含土 第一个就不可以了 含土 第二个呢 他这些东西没有检验 然后二业三业进来 当然死掉很多 所以造成了纠纷那些 那个人从来到 没有到过美国 所以他跟人家有冲突 还告人家说 我要去找你麻烦 但是基本上要说明 美国是所有的 这些种子果苗 水果那些 你不可以带入美国 主要要保护美国的农业 但是呢 你本身 你看网络上都有 你去从中华民国 也就台湾的建国花式 某些他合法出口的 只要他给你文件 你那文件拿到以后 上面会给你一个标签 红色的小标签 或黄色的小标签 你在包裹上 你填我要进口这个东西 我这个东西是我要玩的 美国很开放 你既然承认你要进这些 只要你台湾出口 有检疫证明 台湾出口有合法出口 800块是免税的 所以就说 你们现在在场的人 假使说手机玩得很厉害 你可以叫小孩子 上农业部的网站 你可以去申请 你要带这些进来 然后只要拿在文件 你到台湾的建国发市那些 你要带小东西好玩的 不过我建议 你要什么进一些 芭樂苗 洋桃苗 什么东西 第一个进来能不能好种 什么东西 不如在南加州 南加州很多华人 他的果苗超市都已经嫁接 都已经 而且经过了种子 跟我们的品质的培养 反而应当从南加州买就很好了 好 下一页 还有大概三分钟 请问一下 从2019年 台湾有三家种苗公司 台湾输果 到达一个在圣地雅各 两家在南加州 他们的种子进来美国 进来美国以后 尤其是西瓜种子 台湾最大的出口的是以西瓜种子 小艺 大西瓜 中西瓜 这五瓜 在我们的Care Poly 市种以后都在买 所以我们很自豪地说 这几年 所有各大超市 以前大西瓜是属于 佛罗里达州 跟Texas的大西瓜 现在你没看到 都是小西瓜的 993 2块9毛919 那些都是台湾的种子 大家都 都在这里本地种 所以这些你看到西瓜 那这里面的西瓜 台湾的这里有小艺 有华宝西瓜 蜜宝 新兰 尤其新兰这个东西不错 刚刚我有讲到 台湾的农业技术 非常的好 尤其西瓜 你家西瓜甜度很高 对一些我们长辈 糖尿病的人不能吃 可是有些西瓜 既然吃起来淡淡的清香 没有糖尿病 那你现在手机去Google 台湾哪一种西瓜 是专门给糖尿病的 所以保留这个下一次分享 所以我看看带种子来 所以台湾在这方面的技术 非常的好 请问一下 在超级市场 那个迷你西瓜是什么种 迷你西瓜有什么 好 来 给你 他已经知道了 那迷你西瓜太多种 你现在 西瓜有隔代的基因问题 所以你比如说 你现在吃的西瓜 你把那种子来种 有些会越来越没有办法 所以西瓜它本身 台湾我们讲的 高雄有两三家出口 种苗 种子的 好 这里题目 再来问一个 还有没有 没有了 最后一个 请问一下 台湾的种子 出口世界 占全世界第几名 还不要动 第几名 有没有人几首 第一名排不到 因为最大的量是 美国 巴西这些 什么 玉米这些 它是从20到30名 全世界 好 来 有没有人 没有 21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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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不对 20不对 27 没有 答案出来 有没有人讲22的 没有 没有 那我保留 保留下一题 好 但是呢 你知道 台湾就是那么小 那么可爱 它既然出种子 这个东西 可以排名世界 第22名 所以很厉害 在台湾的种子 你想想看 我们的 我以前 我是当两栖 征收蛙人 那我们在南部的 某个 宜港在守海方 那白天要跑步 晚上要跑步 有一次我们在演习的时候 看到整片的西瓜园 我们要 君爱民 民进君 我们不能偷摘 这些西瓜来吃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已经 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在演习 怎么办 脚不小心 一扭就摔下去 就把西瓜弄破了 对不对 这个我没有去采啊 弄破了 他赶快 头就趴下去 开始要往西瓜吃 结果西瓜 一碰到嘴巴 碰到西瓜的时候 都不能吃 你知道答案什么吗 不是 这个西瓜是 里面都是指的 做我们讲的 瓜子的西瓜 哦 你看多厉害 一颗西瓜里面 没有一点红红 没有甜 通通指 就是我们西瓜 不是有做那个西瓜 那个 我们讲的 酱油西瓜吗 后来我骂到一方面 我说我们已经够苦了 尤其倒下去 不小心把西瓜弄破了 那个西瓜 所以台湾很厉害 我们的 你知道我们台湾出口 很多的瓜子 那西瓜 那瓜子 西瓜是有专门做养培养种子的 所以台湾的技术 真的很厉害 好 你看 我们的西瓜 这里面 你可以去Google 因为这里面 回去看上一页好了 再上一页 再上一页 这里你看 台湾有大西瓜 华宝 凤冠 王妃 中西瓜 蜂蜜 然后小西瓜 那你问我说 美国超市的西瓜是哪一种 真的没办法回答你 因为太多了 对不对 就像阿公有十个孙子 有时候叫哪一个孙子的名字 都叫不出来 就是说 他的西瓜 这个右边的是我种的 去年我在超市买回来 这纸丢下去 结果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不起他 甜度高 脆香 又不杀 就是右边的 然后这个皮 你看他的皮 你看到底他是小意呢 还是 那我知道 有一个叫戴安娜 这一个 这个是 那个Lotus 大概知道 我们台湾高雄种苗 在Cale Poly 那一个 那年我们去看 对不对 他就是种戴安娜 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 你Google去看 台湾西瓜品种 那 Wincent给我个题目 真的是很难讲 叫台湾输果 但是我只是说 现在美国超市 有非常多台湾的种子出来 非常的好 也非常多 就是你那个旁边你种的西瓜 还是刚刚你种的西瓜 还是种子就丢下去 对 种子 种子去种的 我吃完剩下种子 对啊 这出来的 那你种多久出来 西瓜这很特殊 大概是五月下去 大概八月 三个月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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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我家是沙地 沙地很容易种 西瓜比较不需要肥 对 西瓜它比较不需要肥 对 所以这个东西 那今天给各位分享一下 在南加州 我们台湾的蔬果 莲污 荔枝 芭拉 芒果 什么都很多 我们要善用 但是有一个 我们这种年龄 我们要 大概七十岁上架的人 体力要保持好 因为我们还 可以吃到还有 共多的水果吃 那我们也谢谢 我们台湾的各方面 各地方的人士 把我们台湾的蔬果出去 我们法盛顿地区 只有一个博士 农业的林博士 他正在努力 希望我们亚洲的水果 可以到美国 共多的水果到美来 大家支持他 好 谢谢